上回他们说道 这张显明他如果是案犯 显然不可能轻易承认自己杀人抢银行的 没有办法 专案组又只能转而对付普春子 专案组认为 普春子和张显明关系一般 两人仅仅是露水情人 同居了两三年 两人也没有结婚 根据居委会大妈反应 张显明脾气暴躁 曾经多次酒后殴打普春子 甚至两次还将他打进了医院 就算是现在啊 普春子的右脸还有明显的轻重的 似乎就是这两天被人重重删了耳光的 自然其他人不会随便打一个四十岁的女人 最后可能打普春子的还是张显明 专案组认为 这普春子不见得会为张显明隐藏秘密 那就以他为突破口吧 专案组用尽一切手段来说服普春子 沈阳几百万人 为什么别人不抓就抓你们呢 你们做过什么自己心里有数 你才三十八岁又有几个孩子 要想清楚轻重 这么大的案子 谁做了都会掉脑袋 谁能和政府配合就会宽大处理 这种机会你要是错过的话 那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就这样苦口婆心的说了几天 这普春子终于心动了 其实他和张显明没有什么感情 无非就是搭伙过日子 普春子是开冷面店的 当地流氓很多 经常有小流氓来骚扰 有着流氓吃了面以后不给钱 反而还让普春子给他钱 那他一个女人不敢惹事啊 一般都是忍气吞声 稀释宁人 可自从有了会武功 又有一批徒弟的张显明做男友之后 普春子的店便没有人捣乱了 但是夫妻遇到大难 还各自飞呢 别说这种情人了 普春子交代 你们抓我前一天 我就和小明在永峰村喝酒 他见到很多警察到了虎石台 整天心惊肉跳的 我当时就忍不住问了一句 他说你怕个啥 然后上来就给我两个耳光 打得我脸都肿了 我一气之下就回了家 才被你们抓住了 小明这王八蛋 他经常来打我 你们说的对 我凭什么为他坐牢啊 这年头谁管谁啊 普春子终于交代了 这37岁的张显明 确实有不对劲的地方 他开武馆收入不高啊 但是却经常有大笔的现金 更奇怪的是 明明张显明在沈阳市区 没有任何业务 却租住了好几个房子 花费不费 普春子还说 当我和张显明同居之后 他就一直和我开饭店 但是从去年12月 张显明就跟我说 他要去沈阳整海鲜 每天早出晚归 期间张显明的大哥 张显光来过两三次 他们说话也从来不让我听 每次来一会儿就走 他表弟李延宾和三弟张显辉来过 也都是从来不跟我多说话 张显明还买过爆炸用的插头 电线 铁钳子等之类的东西 当时我问他这些做什么用 他说是留着装修新饭店用的 所以我也就没有多想 再就是 1月份有一天 张显明他早晨出去时 穿的是皮夹克 可他晚上回来时却变成了 红色的休闲服 还去洗的澡 他身上当时有香味 手里拎着不知是谁的一包衣服 也没有吃饭就睡觉了 我当时特别的生气 我认为张显明是去嫖妓了 次日清晨 我追问他身上的香味是从哪里来的 张显明推头说 他身上都是海腥味 别人给喷的香水 他是个老粗 我认识他这几年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用过香水 这普春子这一交代 专案组顿时极为兴奋起来 看来张显明还真的有可能是歹徒 紧接着 经过普春子的供述 专案组立即兵分多路 去朝张显明的出租 在和平区贝斯新酒店楼下的小吃店内 民警发现 大门紧锁 大堂里边堆着一大堆煤 这就有意思了 小吃店不做生意 把煤堆放在大堂算是怎么回事 这绝对有问题 民警在煤堆里反复搜索 终于有了重大的收获 煤堆里边翻出了一个大包 打开来一看 里边竟然是一叠叠的钞票 共有130万元 随后 民警又在煤堆中 造出了一支三有牌的猎枪和部分子弹 炸药 这下 民警们欣喜如狂 立即将钞票 强制和炸药送到了技术科检验 几小时之后 鉴定结果出来了 根据钞票号码分析 这钱就是118银行结案中被抢走的那批 三有牌裂枪 正是枪杀运钞车司机的枪制 至于炸药嘛 也和现场遗留的完全相同 证据确凿 张显明他无法抵赖 他最终承认 案件确实是他们团伙做的 他们的团伙由张氏李氏两家黑龙江籍的亲兄弟构成 并且两家为孤旧亲 一共五人 老大张显光 老二张显明 老三张显辉 都系黑龙江省 姬西市人 这李延波是黑龙江省木兰县人 李延宾是李延波的亲弟弟 张显明还说了 这118案件只是他们系列案件中的其中一个 之前他们还做了很多大案 杀了不下识人 就118案件来说吧 他们已经准备了很久 在2002年春天 张显辉从黑龙江省姬西市 王府友的手中购买了 雷管40余煤 还有萧安炸药40管 张显辉 李延波又先后将炸药 雷管等由姬西市携带到沈阳 到了沈阳之后 张显辉又买来摩托车电瓶 汽车遥控器 还有鞋掌钉 塑料饭盒等物品 由张显明与张显光 研制组装成爆炸装置 接着张显辉 张显明和张显光 又分别进行了爆炸实验 2003年1月18日9点 他们根据计划枪劫银行 张显光三兄弟和李延波 用的是以前的老办法 将之前约好的一个面帝司机 张晶阳骗到新城子区怪魄附近 用猎枪制服 但是张晶阳在车上试图抵抗 他们被迫用刀子将他捅死 并且在车上留下了很多血迹 随后他们将尸体扔到了 虎石台东北部前臀煤矿的一个 芦苇塘里边 抢劫作案车辆成功之后 他们四人便驾车 赶到了沈阳市商业银行 辽沈之行第一储蓄所门前 在一辆自行车上安置了遥控炸弹 17点50分 他们引爆炸弹 将京警和银行支援炸倒 又开枪杀死一个司机 抢走了220万元巨款 作案之后 老大张显光分了钱 让大家分别躲上半年 期间也不要联系 张显光自己带着十多万元 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三弟张显辉是混黑道的 在张显光搞几把冲锋枪的命令下 张显辉便带着50万元巨款 去了南方买枪 至于李延波和李延斌两位表兄弟 则拿了部分赃款 回到老家黑龙江木兰县过年去了 张显明还交代 这张显辉跑到上海找铜环帮忙 准备一起去云南买枪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铜环早就栽了 张显辉被上海当地民警顺藤摸瓜 抓获关崖 在得知弟弟被捕以后 张显明联系不上大哥张显光了 他焦急万分 正准备南下去上海去打点 但是还没有出发呢 就被抓住了 根据他的供述 民警首先找到了司机张静阳的尸体 随后赴木兰县将李延波李延斌抓获 又从上海将张显辉押解回来 至此案件侦破了 只剩下老大张显光不知去向 列入A级通缉番 网上追逃 2月8日深夜 李延波李延斌双双落入法王 2月9日晚上11时30分 张显辉也被顺利的押回身仰 至此历时21天 沈阳118爆炸抢劫运钞车案基本高破 2003年4月4日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显辉 张显明李延波李延斌四人死刑 并于4月29日执行死刑 三年后也就是2006年的8月8日张显光也落网 当时报纸中写道 齐齐哈尔市的公安局黎明派出所的外勤民警得到一条重要的线索 举报人说他两年前的一个邻居叫集中林 长得很像公安部A级通缉犯的张显光 经过悄悄的查房 民警终于摸清了这个集中林的柱子 当晚七时许 敦守的民警们得知集中林回到了出租屋 迅速出动 黎明派出所的教导员李勇说 我们进屋的时候 他正光着膀子呢 穿着大裤衩躺在床上 应该是刚喝了酒正在发晕 警方很快的便控制住了局面 并迅速的出示了早已准备妥当的搜查令 搜查很快有了结果 在集中林家的柜子里边 搜出一捆电子雷管 一把尖刀 张显光后来承认 半年前他又自制了一套遥控爆炸装置 他昼夜的挂在胸前 如果遇到抓捕 他就要和警方同归于尽 值得庆幸的是 八月初东北的天气很热 张显光便把雷管给摘了下来 2006年8月12日晚上7点09分 张显光被沈阳警方押解到沈阳看守所 12月1日上午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显光 验名正身 押服刑场 执行死刑 根据张显明的交代 警方惊讶地发现 这个团伙竟然前后作案13年之久 欠下至少10条人民 其中恶性持血抢劫案就高达8起 每次的受害者非自己伤 无疑幸免 他们共抢到现金和其他财务 总值330万 这是当年的壁纸 好 咱们下集接着说 他们曾经犯下的一些案件